前進前進 生生保養 這是台灣人民 全壞人為心表明 這是台灣人民 願望成功描迪勝 這是台灣人民 願望成功描迪勝 各位唯心聖教 唯心賢士及各位所謂善之士 我們合掌共念開經紀 易經新法妙男文 百千萬劫今重宣 我今勤習諸妙法 願此功德皆迴向 那麼歸故先是王臣老主 各位唯心賢士 今天我們繼續為各位來 講解安心真經 安心真經 這是一切功德進階回向 我們來到世間上 我們的功德大如天 尤其我們的父母 生我們的功德大如天 近十幾年來 近十幾年來 因為時代在進步 名以利的掛帥 所以很多下一代的 年輕一代的 他忽略了 他忽略了孝道 他忽略了孝道 認為父母 給他的還不夠 認為父母給他的是應該的 認為父母給他的是應該的 這一種想法 天理不容 列祖列宗也不容 所以我們要了解 我們所有做為人的父母的人 都是盡量要讓自己的子女 有所成就 因為過去一代的父母 都很辛苦 辛辛苦苦的工作 賺錢來養家 不想給下一代的年輕人 自己的子女和父母 一樣那麼的辛苦 但是呢 這是變成理所當然的 所以現在看了很多年輕人 尤其大陸的很多年輕一代 我們從共方看了 也是感覺到憂心忡忡 認全不認人 六親不認 只認全 這樣一天來 國家會倒閉 國家會面臨 這個不安 所以我們也希望 所以我們也希望 秉申年的開始 我們國家的教育 品德教育 道德教育 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習性 你一直把外國人的 他們的優點 認為是應該傳進來 但是我們不要把原來的道德觀 品德教育 把它忽略了 弄成現在 很多信眾大德文 憂心忡忡的 不知所措的 常常會來找師父 求老祖怎麼辦 所以今天 我們在秉申年的開始 要安心 一定要從教育開始來安心 教育 從道德觀來做基礎 心才會安 心一旦安 那我們的家庭才能和諧 社會才能和諧 國家才能和諧 天下一家親啊 所以今年開始 我們尊天華子 為國修道為民祈福 為人類來消災化解的 天命 我們繼續要立行 一切聖人所傳的真言教義 尤其佛所傳的教義 是圓滿的 老祖書真所傳的教義 是神聖又圓滿的 老祖書真 開示我們 新的一年要從事品德教育 那麼品德教育咧 我們要教導下一代的人 平時學習 要知恩 感恩和報恩 現在 要聽到 年輕一代說 感恩啊 感恩感恩 這句話已經 非常稀有的 一致真言 所以 所以 凡事能感恩的人 你就是一切功德進階回向 哦 所以 知道一切法 必定要立行一切法 而一切法的內涵從哪裡開始 從心開始 心的本質 就是包容的 就是包容的 但是 現在 在非常 競爭的科技 文明時代 大家一起邁向 科技文明的競爭 科技文明固然很重要 但是 科技文明裡面沒有生命 沒有靈性 而是中華文化道童 中華文化 這個才是有生命 與靈性的 所以中華民族 都以孝道為先 但是現在 科技文明的進步 孝道百一邊 明立為先 這樣是非常非常 不好的 人世間 不好的教育 所以 鬼谷縣師王產老祖 一直傳 安心真經 安心真經 要安心 一定要從心安 要心安 要安心 所以安心你心安是畫上等號 但是要有法 就是大家學育經 大家學育經 做人處事口安心 大家學育經 做事工作口順心 大家學育經 家庭圓滿一條心 大家學育經 國家社會定太平 所以這都是一切功德的 修行上聖心法 大家學育經 從武道友 從武道友 到老 我們到老的 這段時間 有的百歲 有的只有十歲 十幾歲 二十歲 個人的姻緣 歲次不等 但是 我們要認清一件事情 我們在世間上 來的目的 我們是要 知恩 要感恩 和報恩 這恩 我們來世間上是序言 感恩我們要珍惜這個緣分 然後再細這個緣分 然後再細這個緣分 我們要認清 這個我們每個人的 來世間上的最基本的 就是 三寶 和六波羅蜜 六度萬亨 我們來世間上是序言 序前生的緣 父母之間也是序言 兄弟之間也是序言 但是往往兄弟之間的序言 為了父母的財產 啊 兄弟翻臉無情 甚至殺害生命 這都是已經失去的人性 我們都忽略了 所以我們要懂得序言 是序前生的善緣 不是惡緣 不是老一討債的 尤其父母 我們對於子女的溺愛 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課題 好 溺愛子女 到最後來子女不孝 那是因果 因為 我們對於溺愛子女 不知因果 所以結果 反回來 子女的不孝 你要怪誰啊 無處可怪 只有怪自己 那麼怎麼辦 王山老鼠 開示我們 如果發現這個問題咯 我們一定要做反省 要做懺悔 是 尤其 這個問題咯 還行 往昔 還行往昔 朱 烏 烏 烏 这非常重要 你不做完形的话 不做忏悔 家中的孩子 永远没有办法觉醒 忏悔就是 将错误的全部拿出来 哪一个才对 向自己的祖先禀报 告诉自己的祖先 说我叫孩子叫错了 叫错了应该怎么样才对 你要理事一条办法 向祖先说明 每一件事情都要拿出来 向祖先忏悔 这样做的话 孩子就会渐渐渐渐的回头 叫做回头试案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可以做的 但是 我们要做 不知从何做起啊 所以曾经有一位老信徒 他对他的孩子 非常厉害 要什么都什么给什么 到有一天 孩子开始叛逆了 为首欲为啊 我们这位老信徒呢 一直 埋怨指着 我说我给你什么 给你什么 给你什么 但是 孩子听不进去 所以这老信徒 赶快跑来 求王产老祖 刚好我在行我室 我告诉他这个问题 你要向祖先忏悔 你教孩子 从懂事以来的 教孩子的经过 怎么教 哪一点是对 哪一点不对 你很扣关的回去做反省 然后每一件事情不对的 你要向祖先说 我做的事不对 我教育这一点错了 我不会再犯错了 告诉祖先们 我这样做是错了 你们也不要以为错 做是对的 所以回去 每天早上起来 一定 想拿着拜祖先 坐在祖先的前面 向祖先 禀报 晚上回来 工作回来 也向祖先禀报 过了两个多月 快三个月 他的孩子 就看到他 看到他爸爸 为什么每天 每天早上 晚上 都在这里 在向祖先 在说话 在流泪 在哭 所以孩子 站在他爸爸的旁边 最后一次 跪在他爸爸的后面 开始觉醒 所以带着他儿子 上个多月后 来到前我市 拜老祖 感恩老祖 这个孩子 他跟我说 师公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有人牵着我走 越黑越勇敢 越白天越没有胆量 不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冤心在主 所以我跟这一位信徒说 你教育子女 做你为一个镜子 那么 也是功德啊 所以这位信徒先生 他跪着跟师父 抠了三个头 说我教孩子 我会教 其他的朋友 和他的亲戚 未来的教育 他也误了 他照这一次 一切功德 尽这回向 所以各位维心贤士同修们 我们维心妙华 就是要做还行 忏悔啊 各位维心贤士 各位失望三知识 我们在世间上 任何一个人 都有功德 任何一位 王头将相 正在力行一切功德 所以一切功德 的名相 讲得很宽广 但是呢 一切功德 功德 就是调和 无论王头将相 换乎走卒 都在尽调和 我们一切功德 我们一切功德 一切功德 一切功德 董事长 林宝章先生 他对于子女的 教育 他当然有他的教育方法 孩子都非常的 孝顺 但是有一天 他儿子 就很 可爱的 跟说 八八八八 问一件事情 敏感的事情 做八八的时候你说吧 他说 你未来的事业 未来怎么处理的人生 你怎么来处理 你的未来的资产 那么林董事长他说 我不会留钱给你们 但是我会留一栋给你住的房子 我会留功德给你们 金钱一辈子就花完了 功德 生生世世 花不完的 所以这叫做主的流方 儿子 儿子 当然 恍然大悟 这一点 林董事长 他的思维 他的智慧 和一般 很多 人 想尽办法留更多的财产给子女 但是等到他 倒下去了 子女在棺材前面 相互的告状 为了财产再分 分不完 搞不清楚 而这个都是 我们教育下一代子女的 错误的观念 所以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 我们是在序言 在珍惜缘分 绝未来生的善缘 我们序言 是续全身的道德 祖先留下来给我们的功德 徐元 珍惜当下一家人 兄弟弟妹的亲情 情重过以财产 财产会花得完 情是永远花不完的 这一般人对于这方面的观念 理念思想 都有所 私心 才会造成兄弟姐妹的 感情 那这十一元就 没有办法继续这个珍惜下去 好缘分哦 细未来的生的缘 细未来生的缘 就是善缘与恶缘 有的结了恶缘 未来生的恶缘 那真的很可怜 我在 宗教的修行路途上 看了太多了 人生百岁一长空 名利互贵不相逢 放下我只学佛系 往生净土极乐国 这是真言啊 所以我们 来到世间上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学到 你学到是最富有的人 因为你学到 你的名利互贵会有 结未来生千秋万世的善缘 若是不学到 只留到当下生 现在生 这个 自我执着 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所以我希望我们 维心贤士同修们 除了我们自己要修行以外 我们一定要用我们深口意 未来 共同来创造社会和谐 都是教育 道德的教育 就是要大家学一经 大家学一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大家学一经 做事工作可顺心 大家学一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啊 所以林宝章先生 他问我说 叔叔啊 我们爸爸往生了 妈妈往生之后 为了财产 我们兄弟在吵架 我们所吵的 不是要分多少 所吵的说 我不要他也不要他也不要 大家都不要 那就捐出来做公益事业嘛 那兄弟很和谐 这个也是一种教育的功德 所以一切功德八万四千的功德法文 我们若是能有修行的机会 尽量参与修行之后 我们将所有一切日常生活 做人处事的行为和思想和立场 提出来分享 无论是大分享 中分享 小分享 一切都是功德啊 所以我们一切功德 进阶回向 我们就要将所悟的 来相互的 来感恩 来调和 社会是我们大家共同的 我们大家一定要尽调和的责任 与义务的时候 那你这即是功德天了啦 各位维心闲事 大家学义精 做人处事和安心 大家学义精 即是一切功德 进阶回向的真实意啊 各位维心闲事 各位维心闲事 各位希望善知识 功德 就是调和 人在世界上 都在相互的调和 每个人都有功德 尽本分 就是功德天 可惜我们来到世界上走这一趟 往往都靠着眼睛所看到的 名利富贵 一直在相互的争斗 一直相互的排斥与对立 当然他有他的想法 但是 我们要记住 我们有人 来序言 有人来相互认识 都有全身的善缘 都不是恶缘 结果我们很多 一些忽略了 糊涂众生 看到就想尽办法 要来伤害 抢夺偏拐 这都是不对的 才有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 就发生了 三千七百六十二次大小战争 这都是糊涂的 领导者 没有智慧 没有觉悟 只有看到 世间上的一切名利 他没有悟到 他是 来世间上 序言和调和 才有那么多的 恩恋情仇 到最后结果 有九百一十七位天主 帝王 总统 从宣传 皇帝三主 到当下的 两岸的最高领导者 往生了之后 有没有带走 任何一个 杀石 瓦砺 都没有带走 但是 他的行为 造成了 那么多人的糊涂生命 相互的残杀 这样都是不对的 都已经忽略了 我们在天上世界啊 都是佛 都是菩萨 如来 那为什么来到世间上 会有这么多的 恩恋情仇呢 都是没有智慧 没有宗教的素养 没有宗教观 才会造成了 这么多的 恩恋情仇 这是非常 可怜 又可怜的行为啊 所以 当下台湾 万教齐发 世界各国宗教 也都在一直的 倡导 神的爱 上帝的爱 佛的爱 菩萨的爱 用相互包容 这极次功德啊 所以我们也希望 我们 此生此世 成天为光 仰仰 上帝 诸佛菩萨 诸天圣神 佛菩萨的爱 教义 还有我们中华文化道童 列祖先宁 圣人 所留下来的 教义 我们一切都是功德 进阶回向 所以本为新圣教的 一切功德 就是大家学义经 提倡大家学义经 做人处处口安心 大家学义经 做处工作口顺心 大家学义经 公司客户无期心 大家学义经 修行道上口见经 大家学义经 国家社会定太平 做的是一切的功德 八万四千法门的功德 都在义经里面的智慧 所涵盖 所包容的 做的是 一切的功德 一切的功德 就是大家学义经 你认识到大家学义经的整个的 真实义的时候 你会反而大悟 大家学义经是一切功德天 那么我们所学义经 那么我们所学义经 是为大家学义经是为大家的 生命 智慧与延续 台湾 台湾祖师 都吃杯 要 多少的 多少的企业家 当次多少的 多少的 无量宿的家庭 法界 天界 人间界 地域界 多少的 恩恋情仇 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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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贪老族 的 妙智圣 妙智慧 以 义经的 心法 为众生解决 很多的 恩恋情仇 和 无名 这都是 功德啊 相对着 我们所有的 维心贤士 同修们 你们也是 在 例行着 一切 功德的 法轮 一直在 长转 你们也 在 例行着 古圣先贤 所留下来的 智慧 大家学义经 这个 功德天 在 帮助 所有 从 天上界来 世界上 投胎 转世为人的 我们 大众 当下 六十 亿的 世界人口 都是 天下一家亲 那么 我们 更该 要用 我们的 智慧 爱心 来 提倡 大家 学义经 大家 学义经 了解到 真理 才能 真正 做到 一切 功德的 圆满 那么 我们 以一切 功德 圆满 来 回向 十万法界 天人 圣众 共转 天下一家亲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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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 闲事 各位 十万 善知识 安心的 法文 是 世间上 无上 自保 安心的方法 有 有 宗教家的 思想 理念 有 诸佛 菩萨 上帝 天神 给我们的 名言 把 安心的 最高境界 就是爱 和 慈悲 与 洗手 和 道德 但是 你要 做到 慈悲 洗手 与 爱 还是 需要 以中华文化道童 大家学艺经 好的 智慧 来做 才能做到 忠道 与圆满 才是真正的 功德 天 在大家 学艺经 的真年里 大家学艺经 做事工作 可顺心 什么事情 开做不开做 我们弄不清楚 往往凭着 自己所想的 自己就横冲直撞 到最后来 事业 一筹莫展 拖励 亲朋 好友 那样的话 一切功德都没有了 所以王山老祖 还是我们 一定要大家要学艺经 这是24艺经的八句真言 大家学艺经 大家学艺经 做人 处事 可安心 大家学艺经 做事 工作 可顺心 大家学艺经 大人 小孩 都聪明 大家学艺经 身体健康 新南领 大家学艺经 公司客户 无期心 大家学艺经 修行道上 可见性 大家学艺经 家庭圆满 一条心 大家学艺经 国家社会 定太平 这八句真言 就是一切功德 八句真 大家学艺经 八句真言 那么今天 我们在 丙春年的 开始 我们愿意 以弘扬中华文化 道同艺经 八句真言 我们 例行 用将过去 王战老祖 倒叫吃行 所传的 维心道账 一万五千六百 一十五卷的智慧 都来回向给 隆天护法 天人法界 回向给 人间界 回向给 地狱界 无论 天地人 三财的 明阳两界 众生 都离不开 大家学艺经的真理 所以我们 以大家学艺经 八句真言 圆满了 圆满了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卷的 维心道账功德 一切功德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去发现 我们没有去发现 王伙将像 患夫走足 明阳两界的 明阳两界的 天人 六道群灵的心 本来都具足了 维心道账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卷的 智慧 这是我们维心圣教 未来千秋万世 我们的天命 也是我们维心圣教 所有有缘人 修行者 共同的本愿 大家学艺经 我们了解到艺经的真理 了解到艺经的 本来面目的时候 你会恍然大悟 哈哈一笑 衰归故千世 王产老祖 倒架 此行 将中华文化道童 所有的一切智慧 重新 来弘扬 重新 来开发出来 然后 就以维心道账的 卷卷 智慧 我们来回向给各位的列主列宗 回向给各位 列节无量节以来的天人法界清游 这都是我们维心圣教 是世界新兴宗教 这真实义啊 今日金时已经2016年了 本维心圣教 成立已经33年 转入 转入 第34年 所以 硅谷先世 王产老祖 倒架 此行 传给我们所有的 有缘的人 都在行一切功德 创造一切的功德 在推动 在推动 大家 各位 所有一切的功德 都在尽调火的责任 与义务 然后 共转天下一家亲 所以天下一家亲 即是一切功德 天下一家亲 其实我们每个人 本来就聚足的 内在潜能的一块净土 唯心净土 唯心世界啊 所以今天 我们在丙春年的春天 愿以一切 天下一家亲的功德 回向 共同来创造 世界真和平 祝福各位 本段节目由 光明中药房 赞助播出 本段节目 请不吝点赞助